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在2018年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到彰化的时候 他和各个企业团体的座谈去谈发展的时候 就是商宾工业区的厂商 直接跟蔡英文总统反映缺工的问题 所以在经过总统财势之下 就是要经济部去调查 就是缺工的状况跟工作的待遇 然后在这之后 经济部就推出了一个 外籍制造工外展张宾工业区的示范的方法 这是一个什么示范的方法呢 这其实就是一个将外籍的制造业的移工 用派遣的方式进行 他等于是张宾工业区委托了NPO或NGO作为雇主 然后聘请外籍的制造业的劳工 然后再将这些外籍制造业的劳工 调派到不同的工厂去 虽然他用一个外展的名字但是实际上这就是派遣 外籍制造业移工他就是最短三个月最长六个月的时间 他会被调派到不同的工厂去 那在这样的在经济部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出来之后 我们其实劳工团体一直大声的不断的表达 我们反对强烈的反对 在经济部举行的说明会当中 我们也出席了经济部的说明会 表达了我们反对的立场 以及反对的理由 那在这之后我们也召开了记者会 去跟劳动部说我们非常反对这样的方案 但是我们劳工的声音 我们是蔡英文政府 劳工永远是蔡英文政府心里最软的一块 劳工的声音再怎么大都比不上厂商 直接去跟蔡英文政府反应缺工来的重要 所以在今年蔡英文确认当选的时候 劳动部他就同意了经济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方法 然后在今年的6月3号 还将这样子还预告了修订的惩查标准 将外展的制造业移工纳入法中 那经济部甚至还在还没有修法之前 就已经公开的跟NGO讲说 就是要希望能委托NPO当雇主 那我们坚决反对的原因主要就是有三个 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 根据目前劳动部的修订草案及相关资料 可以知道 张宾工业区可以使用这些外展制造业移工的厂商 是必须符合特定制程或特定时程的厂商 所谓特定制程就是在制造过程中 具有异常温度作业 粉层作业 有毒气体作业 以及有机溶机的作业等 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生产流程 那所谓的特定制程 就是在工作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 大家都已经睡觉了之后 移工正在大半夜的工作 那这间工作上基本上都是台湾需要具备专业技术的人员才能执行的 但是移工在母国跟所谓的NPO组织签订的劳动契约 并无从得知他们即将派遣到的是哪一种产业的工作 在不知道来台湾和工作内容的状况下 根本无从准备专业的技术 那因此必须来台直接进入工厂学习 基本上三个月的试用期都还没有熟悉工作的环境 但劳动部跟经济部却认为 移工可以直接在三个月内直接上生产线产生产品 那甚至连跨领域的生产线都可以 难道他们认为移工是万能的机器人吗 只要下载APP进入身体 就可以升任所有的生产线的工作了吗 再者如果让移工每三个月左右 在危险性的极高劳动的环境间走来走去的 且在生活上随时都要去应付不固定的特定职程的派遣工作 就是每三个月就要一下上大夜班 那一下上大那个白天班的作息 让劳动的身体大混乱提高了植栽的风险 但是我们拿这些问题去问劳动部的时候 劳动部只会敷衍的回答我们说 哎呀一切就照办那个劳基法的规定来办理就好了 但事实上我们第一线的人员都知道 还有甚至他们的劳工局各地的方的劳工局都知道 基本上的适用劳基法劳工时常就是面临了超时工作 加班少发薪资低于基本工资 甚至发生执灾就被强迫遣返回国 各式各样的问题每天都在发生比比皆是 如果连这些相较起来比较正规比较适用劳基法的一般外籍移工 处境都这么糟糕了 那么外展移工会产生更多的严重的问题 难道劳动部就只有一句话说 依照劳基法办理就能解决事情了吗 工厂聘雇100位劳工可以申请10位的本劳 那100位的本劳就可以申请10位的外劳 但是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是 张宾工业区的这个工厂的外籍配额根本都没有被聘满 那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外展的移工 如果工厂真的很忙的话 为什么就直接就聘一个完整的三年的契约的移工就好了 为什么偏偏还要一个外展移工 所以很明显这样的外展的政策 根本不是为了要解决缺工的问题 而是要解决雇主 但忘记不同的人力需求 来替雇主协省聘雇完整的三年契约的移工的成本 那所谓的成本呢 实际上就是劳动部和经济部觉得 人力成本的廉价还不够 根本就是还要更弹性 让你忘记的时候呢 透过外展要多少工人就有多少工人 暂记的时候管你工人要去哪里 反正就不要留在我这里就好了 那外展这样子的短期聘雇的方式 连固定的薪资成本都替雇主省下来 那请经济部跟劳动部 就不要再拿缺工来当借口了 这根本就是一个廉价又弹性的外籍移工的政策 就是劳动部和经济部要送给老板的大理 因为请各位真的要想一想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职场上只要有一个比你更廉价的劳动力 老板就会有更多的筹码来阻止你 争取更好的待遇 而且非常现实的是这个廉价的劳动力很有可能 还比你更年轻更强壮更听话更愿意加班 甚至根本就不要年终奖金 我们过去常常请大家一起来声援 不是要来反对引进移工 而是要反对引进廉价的移工 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再是移工 而在于劳动力的廉价 今天台湾年轻人普遍低薪 整体劳动条件低落 正跟当年政府开放引进的廉价的劳动力 这个问题的政策是绝对很有很深的影响 而今天我们的政府软土伸绝 廉价还不够 甚至还要移工更加弹性 这个政策绝对有可能造成 台湾整体劳动条件再次的崩坏 其实2013年那时候外展看护工的计划 其实那个时候 移工团体对于这个计划是热见其成的 因为这个计划让原本 就是由家庭聘雇的移工改由机构聘雇 那让家庭看护工抽离各别家庭 到一个公领域的地方去工作 那这样子改由机构聘雇 不但能够提升照顾者的劳动条件 也能够给予被照顾者更好的照顾的品质 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对于这样的计划是热见其成的 但是当时因为劳动部对于外展看护工的资格条件 有非常严格的见识他要求说你要拥有聘雇 外籍看护工的雇主才有办法聘雇 外展看护工以至于这个计划当时成效不张 外展看护工他所做的工作其实主要来说都是照顾老人 那可能会因为不同的被照顾的需求不同而有所不同 但是外展的制造业他每三到六个月 他就必须调派到不同的工厂 可能今天第一个工厂是玻璃的工厂 第二个工厂是化学的工厂或者是纺织的工厂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被调派到这么3D肮脏辛苦危险的工厂 其实对于直灾的几率也会是上升的非常多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就是 这个外展的农务工跟外展的制造业工 是不能比照外展的看护工的 要订阅我理解 不是 就很重要 去到也是 然后 来看看 要订阅我说 我去要订阅我看 我看 我不愿意 你就把嘅 帮 我看